人类博物馆 混音时间 人类博物馆 Muse de L'Homme 它正式成立于1938年 它主要致力于人类学 人种学 以及人类精化史等领域的 产品收集和研究 有丰富多样的展品 向我们介绍关于人类的 各方面知识 各种雕刻 陶瓷 文献 让人大开眼界 我们现在看到的展厅 是从2009年开始 历经长达6年的闭关整修 于2015年10月重新开幕的 它的地段 是与巴黎埃负尔铁塔遥遥相望 在这样宽大而安静的展厅里 很适合用来思考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又将往哪里去的 各类人类历史演化问题 汇林世间 法国巴黎 有丰富多年 保陇负尔铁塔遥相望